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德國住過兩個半月 在希臘 希臘的話半個月 但是你說德國啦 希臘啦 去那個地方一待就這樣 你會覺得他們的語言很難學嗎 有沒有發生什麼趣事 德文超難學的 德文它的冠詞就有 陰性 中性跟陽性 對啊 像椅子是中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法文好像有點像喔 法文的話也是家具還要分公母 對不對 那克爾的話 克爾已經去過好幾十個國家了 對啊 而且最近也才剛從別的國家 從韓國回來 韓國回來 可是這樣的話我們想知道 有什麼樣的語言 算是最難學的嗎 最難學的我個人覺得是俄羅斯語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這個時代動詞 它有很多種 像我們英文大概是有十二種的動詞 但是在俄羅斯文好像有二十幾種 那台灣我們用的中文是只有一種而已 所以中文是形難記 然後用難記 對 沒錯 但是在動詞文法上面怎麼講 其實都還通啦 但是也很多人說 我到韓國去看那個一個共玩 我也不曉得都是圓圓圈圈 也是很難學 但是呢 現在喔 有了一些好的這些軟體 都不用害怕出門在外呢 可能就是在旅行的時候 會有一些比較囧的狀況 但是呢 即使是兩位喔 達人 像克爾自己在國外的時候 有沒有因為語言不通 發生一些什麼趣事 超囧的 我有兩件趣事喔 一件就是在西班牙 我去爬那個 在巴塞隆納去爬聖山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買的那個套票 是包括火車以及鎖道車 鎖道車 對 可以登山的鎖道車嘛 所以呢 我坐進那個火車之後呢 我就很疑惑 那鎖道車為什麼在那個 某兩個車站呢 畫了不同的圖樣 一個是這樣階梯狀 一個是兩個橫條狀 我不曉得我要坐的是哪種車 於是呢 我就問當地人說 我要坐的是哪種車 問當地人準沒錯吧 對 問當地人準沒錯 於是我就把車票給他看 然後他就很認真地看一下 他就非常確定跟我說 是在這個車站下車 是這個車站 然後於是我就在那個車站下車 下車的時候是三點鐘 然後發現呢 我不是要坐這種車 我坐的是鎖道車 不是懶車 不是懶車 對 所以懶車跟鎖道車呢 基本上 要我們講英文的話 已經夠難了對不對 那我更不可能說 西班牙文我可以溝通 所以呢 反正到最後呢 我就是換到下一班車 再到我要坐的那個車站 再登山的時候呢 最後要登 攻頂那個鎖道車 最後是五點 我看一下我的時鐘 哎呦 五點零三分 就已經 就這一次好不容易到那邊去了 可是 欸 道哥 你在德國 也是有類似的狀況嗎 對 其實是蠻糗的事情 就是我看不懂德文 那我剛好去一個青年旅館的話 它是兩個房間嘛 然後它上面中文 它有一個叫寫Peter 那我想到就是男生房間 另外一個是Bu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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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懂 那時候我到的時候 已經是晚上11點了 結果我想說Peter 我看得懂就算了 我就沒有走進去 Peter你看得懂就是 Peter 對 Peter 然後走進去另外一個房間 結果它裡面全部都是女生 只有 這個我也有遇過 對 全部都是女生 而且他們只有穿內衣睡覺 整個嚇死 但是看到你他們很開心 歡迎你來對不對 沒有 那時候我叫緊 為什麼 因為剛好上面那一個就是 他們不是以什麼 沒有非沒有去分別 他們是用什麼 它就是以名字去分 然後那一串英文名字 是德文的女生的名字 可是我又看不懂 看你也遇到過 像韓國有漢真木對不對 那尤其韓文呢 它本身是你完全看 看不懂也無法去猜的語言 真的 所以我到某一個樓層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到底是男生還女生啊 我的朋友呢 因為很急呢 他就打開 天啊 我看到好多肉蛋 不過我覺得 如果是發生在這兩位身上的話 女孩應該都還滿開心的 如果是那種流風水阿仔 可能大家覺得 不過說真的 除了你在外國 你說微笑是共通的語言嗎 當然長得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果說今天我真的很需要 用在手機的這些APP 軟體的話 客人以前賣過翻譯機 現在翻譯機還有人在買嗎 以前我一買就是六七千塊 現在手機都可以代替的 因為裡頭有很多的APP 對不對 我記得我還在念書的時候 那時候翻譯機 真的超好賣的一個東西 幾乎人手好幾台對不對 對 你自己應該也用好幾台 卡電阻阿 無敵阿 快一通阿 但是以我這幾年呢 在購物台賣的經驗就是說 剛進購物台的時候還算好賣 然後每一年呢 會逐年越來越難賣 為什麼 因為已經被這個APP 所取代掉了 對 而且你看有多好用呢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我在手機裡頭的話 克爾金要先給我們介紹的 一個叫做歐路的詞點 是 其實在用所有的翻譯的APP的時候呢 我希望觀眾朋友 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常常在國外呢 它是無法聯網的嘛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的翻譯軟體呢 它都是要有網路 才可以做到翻譯的功能 那像我手上這個是歐路 這個呢 這個歐路滿特別喔 它就是歐洲的歐 馬路的路啊 歐洲的歐 馬路的路 那它基本上呢 是它完全不用連線 你知道在家裡面呢 如果說你不需要做到 發音的功能的話呢 你不用下載它的發音 如果說你要做到 發音的功能的話 你可以先下載下來喔 那直接它就可以 從這上面呢 去做翻譯 那我為什麼大力的推薦歐路的原因 在於說 第一個它是不用錢的 完全免費 免費的東西呢 最好用 再來 它還可以做到 例如說 我剛剛有查到這個單字呢 這個單字就是我們 剛剛查到那個CPU 是一個很難的單字嘛 大部分的人都不認識 但是如果說它下面解釋的話 你看不懂的話 你用按的 這邊把它這樣按下去 它立即呢 再一次查詢 等於說我可以 一層一層的查上去 像有些APP 我可能 這個可能還要再抄起來 回去跳出來再查一次這樣 很麻煩 就比較麻煩 所以它幾乎就跟我們 以前用翻譯機的習慣是一樣的 它可以一層一層一層一直查 這樣點下去 又是彩色的 又在手機裡面 主要是因為你不用連網 所以有的時候呢 你可能電量快不夠了 或者是有時候你去爬山 在國外一些地方 真的不見得連得上的話 那這個至少還可以撐著用喔 好 那剛剛看到的是離線的部分 但是我們知道很多的這個翻譯 功能比較強大 還得是要聯網才行喔 聯網部分的話呢 是 可以我們要推薦什麼 好 聯網的部分呢 我個人很喜歡像這個 之前這個有上到新聞的 你可以發現到喔 包括它的 那不是照相的嗎 它照相 你只要用照相 例如說我現在對著後面 它如果說我手這邊呢 有一個英文單字 或你任何看不懂的單字的話呢 它都可以用拍照去做翻譯 而且很精準喔 好厲害喔 因為像我剛剛舉例說 我去韓國玩 那韓國語言是完全看不懂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例如說你可以從這邊按下去 它可以搜尋到這麼多的語言 所以你去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可以用到 包括韓語也可以 對 一些主流的一些國家都可以 而且你說寫在手上 我不一定要對印刷版 寫在手上 有些人可能小超阿嬤寫在手上 這樣子也可以 像醫美你知道這種東西 最好用的地方是在哪邊 我們在國外點餐 像我們去法國 去任何我們看不懂的語言國家的話 點餐你常常會點到一些 莫名其妙的東西 而且很可怕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到 看起來漂亮漂亮的對不對 這是什麼動物的膝蓋啊 這個好像就有點怪怪的對不對 所以用這樣去對著那個菜單 你就可以知道你要吃哪一樣 我要的就是這個羊鎬丸 不對 可是我也是說 道格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是拍到字 然後就可以做查詢的功能 道格今天也要來給我們講 我也蠻推薦另外一個是說 它其實也需要連網功能 像有時候我想要用講的 講的話有沒有 像這個軟體的話 用講的也可以 另外一個是你要看到 另外一個是說 如果說你去問當地的人 他可能用講的 你聽不懂 或者說你去一些攤販 路邊攤 也沒有Menu的時候 用講的怎麼講 這個話是我目前我玩過 就是那個翻譯APP 語音翻譯的那種辨識的話 它辨識度最高 比如說我按一下有沒有 按一下這邊 像對講機一樣 好來講 科技 好我看它怎麼做 它就會直接把它講出來 剛剛那個六角應該是我 可能前面那些雜音 好那我們再來一次好了 我們一樣就按下這個語氣 科技 好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等於說 它這個是繁體中文 解體中文 那這個是英文的部分 對其實它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我覺得發音的字 也蠻標準 所以就直接講出來就好 它的辨識度其實我是個人 非常非常推薦 其實這個軟體我在 你知道曼谷有一條路叫考山路 很多全世界的外國人都會在那邊 我曾經看過有人 拿著手機 以及拿著iPad 他們聊天的方法是 這樣講一講 然後給對方聽 然後他講一講 然後給對方聽 好窄喔 還蠻酷的 然後結果這樣講 兩個人就瞅著一瞅帶回家了這樣子 對 曼谷真是天堂 可是問題是說 我們想知道是說 像這一些有一些像是 它可能需要錢 或者是說它可能使用上面 是比較有限的 但現在呢 有些是跨平台的 也可以使用 像是很多不曉得 Google裡頭的翻譯 我們都知道它在網頁上很強大 在手機裡頭一樣很強大對不對 像我們剛剛有介紹一個 就是用拍的嘛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那個辨識度 還是Google的比較強 而且它需要錢 要不然的話免費的話 一天的話只能夠用五次喔 像我剛剛這邊 我已經拍好 這是菜單上面的那個英文字 喔 下面就是菜單 你直接拍對不對 那我只要這樣把它Copy起來 這樣把它拉起來 它就會辨識成中文字 然後之後有沒有 上面就翻譯給你看了 就變成英文了 然後我按下去 它就直接唸出來 對 這是它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而且它的辨識度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它有個缺點就是 它直的可能就沒辦法 它一定要橫的 中文像小說這樣子直的寫下來 它得要橫的才行 對 像拍照的 它其實還有一點點小小缺失 我覺得可以再經過更好的調整 像有些我們在國外看到的Kanban 你不知道說它上面的意思是什麼 但是它每個字的 每個字母的間隔又滿開的 你用拍照它常常無法做辨識 必須要字連在一起 那字母連在一起它才可以做辨識 對 因為我們說如果像這樣的拍畫 第一個它橫的直的有差 第二個如果字跟字中間有一點QQ的 你可能要退到你後面 不然的話你可能就沒有辦法瞄準對不對 好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Google本身也可以這樣做 而且是不用錢 然後剛剛道格來做還蠻精準的 但除此之外呢 道格你要給大家推薦一個 同樣是跟剛剛的歐路有點像 這個也是你常用的 我這個之前也常用 這個我個人蠻喜歡的 就是說這個陰漢字典 其實我們一般查到單字的話 可能就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就好 可是就這邊來講的話有沒有 我可能我這邊 比如說像這個經驗 我可能我點進去之後有沒有 我可能連它的例句這邊 我都可以發現得到 我都可以看得到 不用原新聞啊 你看它除了例句多之外 它光是一個經驗 它可以透過網路上搜尋 告訴你它不是只有經歷 很多 它可能還包括了動詞經歷 親歷經歷這樣子 對 全部都寫出來了 因為翻譯很多嘛 所以那個語意的翻譯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還有另外一個 我個人也是非常推薦 其實它是有點學英文的樣子 在裡面 就是這個聽英文學英文 聽英文學英文 這一個 這很好玩是說 它會把所有的單字 它用唸的 然後你就直接去對 我覺得這可能是 像我以前的時候出國 像我上個月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沒事 那可能就是拿這個來 來玩 來學一學 然後也順便是學英文這樣子 我覺得這一個很好玩 可以值得推薦給大家的 而且你看它的Source來源 它其實有點像是 一本教材一樣 它會有一些BBC啦 一些國際的新聞網站這樣 都是新聞 都是最新的新聞 這是比較適合學時事 所以不管今天你是要考研究所 還是你要增進自己的閱歷 其實都很適合 是 因為我覺得翻譯一定是跟學習 合在一起的 所以說其實就是知道說 行千里路讀萬卷書 而且剛剛看到道格去過馬來西亞 客人去過馬來西亞嗎 去過 馬來西亞這個國家 就非常值得我們來學習 你看這個吉隆坡裡面的話 小朋友廣東話中文 英文 馬來文都會 都會 真的很厲害 不過現在觀眾朋友也不用擔心啦 你手上手機一打開 立刻跟世界接軌就不用怕了對不對 好 不過說真的 去馬來西亞的話 這工作上面會不會是很困難的 客自己 基本上馬來西亞的話 根本沒有問題啊 對 你可以說中文可以說台語 對 而且它其實裡面的人種也很多 而且它雖然說人很多 可是姓馬來它雖然是有一點鬼教 但是人非常的不善 而且如果你想要看印度人講台語的話 在那個地方也可以看 欸 很特別 很特別 對 那個地方是個大榮汝啦 所以說在什麼地方的話 那可是有沒有什麼地方 比方說一些外島 一些小島的地方 你可能連網路都沒有辦法分享出去 有可能 像我去 沙巴那邊 就不知道有沒有